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十一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新城乡长和礼台,重视地方的均衡发展 向花莲县政府争取经费,开创地方观光 正在四座的193县山站道七星潭路段安全拓宽新辟工程 北起山站南起民有街口 而改善总长度约6公里,宽度为20公尺 而目前工程实际进度超前 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完工 现代乡长和礼台资历改善地方交通,为乡亲造福 现193县山站道七星潭路段安全景观道路拓宽新辟工程 打造顺畅又安全的交通新网络 现193县山站道七星潭路面安全景观道路拓宽新辟工程 主要工程项目计划为0K到6K 包含了芯片道路以及自行车道 新增桥梁山座,军方围墙拆建 富士密植林带,新色排水香寒,珍色路灯,炒沟以及栏杆 值在瑞梅化以及布置等工程 这条道路当时的观光苏纽也好 对整个地方的交通观光产业的一个体制是非常重大 非常好 一直停摆 停摆到102人开始启动 地方上所以说是非常的感性 但是这102开始启动之后 又一波三次 包括我们公务总局非常的支持这个案子 金会也拨到法律县政府来 这是防禁差异分析啊 那时候真的讲一波三次 我想在座的村长也好 我们时任的代表 就是政代表也好 我们要说是秋光明当主席的时候 我们都一起到防保局 他们开会的现场 现在吃死这个案子 大概有6次直播 我想这些 团境差异分析啊 我们当然尊重各界的这些意见 所以 经过一波三次 金会公务总局也收回来 在习现场的努力之下 又把钱要回来 差异分析 当然为了这个差异分析的问题 这条道路的新建 我们都说它的用因何在 就是说 先这四个工 让这个金会公务再来收回 我想这样的努力啊 我想啊 可以说大家有目共同 这条道路 抒发 通车之后 这条台九线进来的时候 一个分流的道路 非常的重要 台九线是唯一进入花蓮县 唯一的道路 尤其在新城 像是唯一进入平地的这个道路 但是今天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大楼的建设 八亿多 包括土地的征收 就让这些 我们观光客也好 在地的交通也好 可以获得193 这样子的增点 对观光产食各方面是有大大的一个提升 而工程投入五亿一千四百七十二万元 北起三站南起民有街路口 改善总长约6公里 宽度为20公尺 目前工程实习进度超前 预计在今年度完工 为了完整保存太平洋沿岸的防风保安领地 以及密指领带 道路路线采西移及向西拓宽 主要强调交通功能以及安全提升 完工之后道路将以崭新风貌出现 并且提供更优化的行车体验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